小米平板5系列已經正式推出,其熱度也非常高 時隔三年,小米打造的新平板系列當迎來首消時 結果5分鐘就賣出了20萬台,可見它是多麼受歡迎 雖然平板電腦定位在手機與筆記本電腦之間 更多用途是輕便辦公 這不得不讓我想起小米MIX4的折疊手機 這上還擁有一個功能,完全可以模擬PC端操作 簡直就是掌上PC 更多網友表示,更是想目睹一下在平板上 能否也可以體驗一下這效果 當談論起小米平板5時,事實上平板也是具有支持該功能的 但是小米新平板發布後,我們並沒有看到有預裝這個功能 既然沒有附帶這個功能,那麼小米平板5系列 到底支持不支持該功能呢? 現在知名數碼博主數碼閒聊站給出了答案 就在近日,它提取了MIX4上的掌上電腦APP 並進行安裝測試 其可見在小米平板5 Pro上安裝後 可以直接使用PC模式,沒有BUG 並且這種PC模式在平板上使用也非常便捷 小米全新推出的PC掌上功能,其非常受用戶歡迎 用心該模式後與溫時系統見面非常相似 既熟悉又適用 包括經典的開始菜單、控制中心 以及同時打開多個窗口的能力 帶來了更豐富的娛樂、辦公和學習等一體化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MIX4的小米平板5系列 擁有更大的屏幕 11英寸的屏幕可以相評審一些輕薄筆記本的屏幕尺寸 能夠帶來更多的操作體驗,大大提高了生產力 遺憾的是,現在小米平板5系列上 並沒有默認附帶PC模式 這具體是什麼原因我們並不清楚 然而官方也沒有做出相應回應 作為主要生產力工具的平板產品 按照常理來說,是不會放棄這樣的PC模式的 或許是小米正在調適 也需要一定的時間來示範它 以確保PC模式功能早日降臨 關於PC掌上模式 現在也有不少網友已經在使用了 網上也有相關的教程 如果您需要提前嘗試 完全可以根據教程來安裝 大家可以自行搜索即可 不過小米平板接下來的時間 也可能推出命用平板加系統 這一次的重要更新 可能就是會加入掌上PC功能 如果你不是太著急等等也是可行的 再一個小米平板的應用生態是它的短板 雖然小米平板5系列的發布是非常棒的產品 2K平120Hz刷新率 更大容量的電池和快充 性能也是完全夠用 但目前主流應用四派剛有300加APP 雖然雷軍在發布會上講 小米平板對標的是iPad 但安卓平板追不上iPad的原因 還是輸在了應用生態方面 這也就是為何雷軍會這次強調 希望同行與小米共同合作 共同構建安卓生態 這樣安卓平板未來才能有出路 有特色和完美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